好 继续带来看到县议会的大消息 华联县议会定期大会县政总质询 则是由副议长徐雪玉 针对0403镇后复原193县道路的崩裂 智学村中正路往九复危险路口 以及西瓜农损 希望县政府能够积极的回复各项的灾损 让乡亲安心 副议长徐雪玉县政总质询当中 并且针对193县大陆崩裂 智学村中正路往九复危险路口 西瓜农损提出建言 有些人员有些老大人可能舍不得离开家里面 有些可能说他还要整理东西还是什么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遗政还是陆续的来的时候 我们的收救人员也是冒着危险 后来他们其实也就很配合的跟着我们的消防队员走出来 我想在在的显示到我们的幸福团队的用心跟努力 第一时间让民众的感受 那后来我想我们的这个陆续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损坏呢 包括我们的193的路的42.200K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严重的下限 那县长跟团队也多去现场看 还有我们的瓜农的这个受粉的时候呢 因为天气的异常 然后让我们的西瓜呢裂瓜了 所以呢这个农民的受害呢 这个习县长跟陈处长也都看在眼里 然后呢很快的一个时间呢 让这个农业部呢能够把这个公文来了之后呢 让我们所有的农民都能够接受到各乡镇去做一个 暴这个灾害的同时呢 每公顷呢是六万二的一个补助 那也不无小补 但是我们的农民真的是很辛苦 有些只有一起可以种 它一整年就这一期可以种而已 所以整个收入就在这一期 所以也难免我们的农民的辛苦 再来就是说我们重要的一个路口呢 重要路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我们县府呢 这边能够交通科呢 能够尽数的能改善我们周边的这个交通网 那再来就是我的那个自学的中正路这个部分呢 早期呢在新县长的这个 争取的2亿8千万的这个透盘这个部分呢 我很感谢他这样我一路的追的这一条道路的还是 最后还是让我达成的哦 学学表示0403 0123造成花园北区 严重伤害耳术方向也有波及到了 也希望幸福能够积极做好回复家人的工作 让大家能够回到这场的生活 记得转移好车导